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早下饺子的舰艇 竟然是一款非常普通的小艇 但是事实确实如何 登陆艇上世纪五十年代时 中国海军处于创建时期 几乎各种舰艇都非常缺乏 不仅仅是战斗舰艇 连辅助舰艇也一样非常缺乏 其中包括登陆艇 他不仅在两栖作战中担任兵力输送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 也带付着大量的金物等工作 甚至作为水面战斗舰艇投入战斗 中国海军最早使用的登陆艇都是战利品 属于二战时期的美制产品 可惜状态不佳 数量也非常有限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开始研发自己的国产登陆艇 登陆艇 我们最早利用引进技术 仿制生产了363甲型登陆艇 后来又催出多款国产型号 其中067型 被称为第一代国产型号 到了60年代 我们又生产了069型 又称 预清级 效型多功能登陆艇 其标准排水量近58吨 满载85吨 全长24.8米 宽5.2米 持水1.4米 最高航速仅是15节 但是可以装载150名以上全副武装的士兵 也可以运送中型坦克 主要用于在没有港口的内核和海岸 实行两栖攻击和运送车辆 不断和火雾 登陆艇 耐依持期 我军建造了大量的各星登陆艇 在当时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担任了许多工作 只不过作为一款辅助性舰艇 它们用处不小 却缺少参加海战的机会 自然也不请人们的关注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款登陆艇已经大规模退役 大型登陆艇已经代替了它们的作用 目前在国内的数量 所剩无几 只有少量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也许我们只能在博物馆中见识到它们的身影了 不管怎么说 它们也曾经是中国海质历史的一部分 也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 发展的艰苦历史 登陆艇中国海军下饺子 从早期的几十吨登陆艇 直到一千多吨的护卫舰 再到今天的055行 如此之大的变化 人们能不惊叹吗 花吠茶 你不越许多? 在落石的时候也认识在你身上 帘养手圆速度 那我们还能留在点几十吨买乌 山穰水 那我们也许多好 山穰次 小病危险 远遇到我们都没有用 请保持 target 至少 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